对手明明是蒋万安跟黄珊珊 但是诚心中的破火都是冲着他来的 连柯文哲自豪的智商157 也被讽刺说小孩子才讲智商 那智商呢是小时候 大家在评比在教育的时候 有各种一个评量的基础 只评论柯文哲几乎是把黄珊珊 跟蒋万安当成空气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柯文哲意见很多吗 因为他们现在两位并没有提出太多的一些见解 所以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一个交叉的讨论 那倒是这个柯市长他的见解蛮多的 那因为问的也多 那当然就回答的也多 从市长夫人评论到智商 陈仲炮打柯文哲 对比2014年挺柯文哲海帮王尤其 被问到是否觉得欲言不熟 陈仲自嘲说眼光不足 今年这个选举年嘛 那我都可以预测了台北跟新竹 有第四个候选人叫柯文哲 自嘲成为北竹第四个候选人 就是因为跟陈仲更上了 福音党从上到下万简齐发 要凝聚的是可能会被黄石山吸走的潜率选票 那这也没办法 因为我以前跟民进党并肩作战过 所以我对他们的选战非常的熟悉 都当年林锦昌教我的 所以他们的策略就是 不管在台北或新竹 就全部蒙公柯文哲 然后来边缘化其他的候选人 这是他们一个基本战法 所以你们就自己去玩吧 不理你 会有这样的落差 蓝伟分析说陈仲的心思不简单 自上的我打你就是拉抬你 所以他打柯文哲等于拉抬黄山山 那希望把黄山山民调打在哪里 让黄山山不会被气跑 他就坐收羽翁之力 竞选刚开跑 陈仲的参选起手势 似乎是对萨卡多的气跑战术 辽莫执掌 虽然直言说要选的人不用矫情 但却让人看见 想要压下候选人绅士的两样情 接过向李嘉宇贼报道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